那這一個是在處理信仰的問題 你自己曾經引爆過的什麼 各樣的武術太極拳氣功 你都要處理掉 都要命令這些氣功的靈 這些的武術 武術呢 martial art會帶進來的是什麼 武術會帶進來的是暴力暴怒的靈 仇恨的靈 增淨嫉妒的靈 因為你想想在打武術的後 在打那個劍術也一樣 帶下來是什麼 我要預置於你於死地 所以那個是帶下來的是一個暴力殘暴 死亡陰間的詮釋都有可能進來 還有就是增淨比較嫉妒 對 那些都會有那一種 因為他就是會帶下那樣子的一個 所以你就要小心 你想想如果你的孩子 常常讓他去念劍術 你如果沒有很好的guide line 很好的coach他 提醒他 教導他 有時候他無形中 因為一天都在那裡砍砍砂砂 無形中他裡面就是會有那一種想要 增進打鬥的就會出來了 所以這些都要很小心 wrestling的話 就是說像這些運動我的意思不是說一定就會除了那一種武術那一種 因為他的原理是跟任何的這一種另類療法或者這種武術等等 是他的發言的根源是跟異端有關的都會有一個危險性讓仇敵進來攻擊瑕疵會帶進一些暴力殘暴 但wrestling的話呢他不是跟中國人的這種异端有關 所以他就又不一樣的 只是說你常常在wrestling有時候同樣我就說孩子常常處在那種要跟人家比賽呀 爭競打來打去 無形中那個很自然的天然人也會養成那種想要爭競好強要比較的那種心態會出來 主要是這樣 主要守 Kemal